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所谓娱乐 我是瑶瑶 流行的爱一粉 张一珊的女友粉 大家都注意了 我知道呢 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才刚掉坑不久 就要受到今天头条的暴击 最近啊 张一珊在采访中大方承认了自己是在谈恋爱 而交往的对象呢 貌似也是同学 不是小雪 而是白雪 也是非常的美啊 其实啊 他们俩已经被爆料了好几年了 只不过老戏组的感情 自觉非常低调罢了 老艺术家张一珊同志 12岁就承包了我们童年时代的笑点 成年后 不仅迎来事业第二春 还猝不及防变成了新任国民老公 接着 你们的新任老公被爆 早已名草有种 对方意思是张一珊在北映的同学白雪 当年白雪 曾经以第一名考入北电 但演艺生涯似乎很平淡 曾在《精灵十三拆》中饰演向来 在即将上映的魔幻大IP 朱仙青云之理 她饰演天真善良的周小桓 除了她的作品 网友聚焦最多的 还是白雪那撞脸N个明星的容颜 在白雪海亮的自拍照里 这张空气刘海追字脸 像极了李小洛 大眼美少女某些角度 又神似安州拉卑鄙 仰拍向柳妍 刺脸似泥涅 短发变身李小冉 梳起丸子头 又成了韩国女团 韩款白雪的长相 被网友贵为缺乏辨识度的网红脸 她和张一山的绯闻游来已久 却始终游抱琵琶半遮面 早在2012年 张一山就公开祝福白雪生日快乐 并附送加油儿女漫画一枚 看来白雪不仅是看着流星长大的 还是她的铁杆粉丝呢 白雪提问 我的李大人在哪里 资深粉丝盖章认证张一山 悲言同学不了他俩 经常拉着手一起去食堂吃饭 前日节 张一山发布亲手照 疑似与女友一起现身 CBA总决赛现场 可就在恋情逐渐明朗的2013年 白雪受到许多张一山粉丝的 非善意的攻击 导致张一山公开否认了恋情 称我们只是好朋友 白雪也发微博说 她俩只是比朋友稍好一些的朋友 所长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传说中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吗 此后张一山出面为白雪打抱不平 要打要骂冲我来 我要为她负责任 别伤害单纯善良的女孩 这些话明明就是男友力爆棚的宣誓主权嘛 2014年 张一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终于承认正在谈恋爱 但却用流星式的耍赖卖起关子 就不告诉你对方是谁 没想到这次坦白 又掀起了一年前的是非谩骂 五里山哥再次霸道总裁上身 高呼会拼命保护我爱的人 大概是不想让女友再次受到伤害 张一山经营感情的方式就是 低调低调再低调 至于他俩现在是否仍是情侣 眼尖的小伙伴发现 上个月张一山还在大晚上 点赞了白雪两年前的微博 这半夜睡不着觉 带着思念看照片的感情 我们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现在流星长大了 事业有成了 谈起恋爱了 跟小雪洋子的国民CP产散了 但祝福必须送给张一山同学 十几年如一日努力标演技 鲜有绯闻用情专业 所长看好你哦 大家也不要灰心 毕竟你们还有老胡一直在坚挺 小伙伴们可能都发现了 在胡歌的微博里 经常会出现非常美的图片 看了今天的节目呢 大家都可以相信 这都是这位不知名的摄影爱好者 亲自拍摄的 话说胡歌拍照的时候 真的是很拼 各种解锁姿势 真的是非常羡慕你们 再说一对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前段时间呢 网友参加一场 小型的张国荣纪念活动 在现场看到了 唐赫德先生 57岁的唐先生 依然非常的帅 看到哥哥生前片段时 不禁流下泪来 愿唐先生安好 时间带不走 始至不渝的爱 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谈子吧 今年是哥哥张国荣60名单 在前两天举行的 纪念哥哥的活动上 57岁的唐赫德先生 意外现身 据报道 当屏幕上 播放着哥哥宣传的照片时 唐赫德坐在台下 抹着眼泪 放着哥哥的歌时 唐赫德也跟着唱着起来 这样的感情 无关性别 只关乎爱 愿天堂的哥哥 一切安好 昨天下午 邓超晒出女儿小花 摇自己手臂的照片 照片中 小花妹妹看上去 很用力地 养着邓超的手臂 然后留下两块手表 随后 邓超还表示 没想到女儿下手这么狠 所长问信提醒 超哥 你一个人做豆X就好了 千万别把屋里 想花妹妹养成女汉子呀 前段时间 刘亦菲出演的电影 夜孔雀 所长不知大家看了没 不说剧情 最让所长 正经的是 于少群的三场戏 为刘亦菲做足疗 偷看刘亦菲洗澡 和为刘亦菲 换上水晶鞋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一部 限制节念族片呢 看完后 所长倒是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沈仙姐姐 真的要 手腿啦 在演示圈 虎哥是出了名的 好射之徒 不管严寒酷暑 就算拍戏见心 也不能阻止 我大虎哥的拍照欲望 为了拍出美美的照片 虎哥承受过 趴在地上拍 扭曲身体拍 站在高处拍 挂在墙上拍 拍摄风景的他 也成了一道 有趣的风景 不过 估计老胡心里在想 虽然我姿势丑 但是我做品美呀 最近有网友爆料 比哥帮的成员胜利 在上海乘坐高铁时 将鞋袜脱去 把脚搭在窗前 进哥大爷北极滩之后 在公共场合上演 上海滩 随后 他的手机卡掉到座椅下方 又让工作人员 把座椅拆掉 有粉丝表示 爸爸好忙 好接地气 所长想说 胜利的上海滩 比哥大爷帅多啦 今天的比哥帮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 你们前任的新剧 大熔炉之热血青春 这次流行真的长大了 变身军营里的 加油新兵 帅的没谁了 赶紧来撇评吧 年纪二十四 就从一十六年的老戏骨 张一山同学的新作 大熔炉之热血青春 登陆腾讯视频了 这部剧讲述了三个新兵蛋子 在军营里经历种种挑战 和情感纠葛 最终成长蜕变的故事 这爱听是正统的 军旅题材电视剧 可山歌挑大梁 必须不能严肃地进行下去 他誓言一名黄指歌下 吐生动状的贫嘴青年 徐小斌 满腔热血 阳光开朗 酷暗军事 理想就是阳光照我去战斗 这样为了当兵 猴起猴起的 偷衣服体检 除了他也没谁了 接下来的一幕 瞬间穿越回加油而练 流星姥姥成了小斌奶奶 从小就跟孙辈 斗志斗勇的老奶奶 十年后越战越猛 为了阻止他入伍 直闯新兵体检室 虽然圆了当兵帽 刚刚见到队友 张一山就发挥了柳青市 拉关系套近乎 人人都是好清楚的优良穿透 但一心想做庄稼宾的他 却被分到农场 啃荒重点 成了名副其实的装甲兵 跟所长一起感受下 张一山这前一秒满心期待 后一秒懵XXX的事态 换过身来满眼奋卡的演技吧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将在这里 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哎 领导 咱们不是到边疆打仗吗 怎么上同场了 去小编 以后首长讲话的时候 你要说话 先好报告 懂啊 当贫斗碰根的北京土著 遇到兴气高的河南小伙 和不识分二的四川青年 火宝张一山 把军营生活过成的家有新鞭 光他们几个的日常生活 就能看个五百集 说话自带画面感 吃吃之前呢 先奔在碗里 倒点葱 然后撒上辣椒 这个香菜葱花 都得撒上 看看就迷惑 反正一般我都是 饿的时候得奔两碗吃 反正就是香 你咬一口那肥肠 它有油啊 肥肠里头 那肺头也是 明明是带着战友当逃兵 还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小柴我告诉你 逃兵 说的是那些上了战场以后害怕了 要跑的人那才叫逃兵呢 人家李沈珠 被大姑娘骗了 我 被连长骗了 我现在就是要回北京 我回北京以后 找人帮我安排到最北边的野战部队去 我要上最前线 我这叫逃兵吗 那 那你也不能这么偷偷跑了是吧 小柴 我看出来了 你不就傻立功吗 对不对 更流行一样 虽然浑身透着不正经 但正经起来 可是三观比直 一身正气 前一秒还跟女兵叫板 不方便 哪不方便 报告 哪都不方便 我说你们啊 想偷懒 也找一个高级点的见口 知道真相后 主动承认错误变暖男 这次确实我不对 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请你代我 向何和万同志道个歉 跟他说一声 对不起 路见不平英雄就美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别的事呢 我都能忍 你这种亲男骂女的事 在我这 我不去 当年 张一山把自己的多动症 熊孩子本色带到刘青身上 如今又将小咖秀里 那冉冉升起的大眼睛 都用到热血青春 十几年来 张老师真正做到了 艺术来源与生活 纵观他军营里的表现 连长同志一语道破 一副冰痞的模样 成为冰痞的张一山 也是前无古人了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你知道张一山 眼流星的时候多大吗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 得到神秘礼物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啦 想起张一山曾经说过 跟了老子 让你睡觉都笑出声来 不知道他的小女友 在梦里 又要被搁置行几回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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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t but it noi 손을 잡고 나는 말해 말해 날씨도 추운데 어디로 가볼까 어디든 떠나자get it get it stop I got my lady It's up 너만을 들어봐 Woo Feed so free 넣 있는 곳에 Feed for you sugish in the 곳에 noi 웃음이 태양 같아서 noi 모든 걸 공기가 퍼서 It's up 내 옆에 있자 Feed for you sugish in the 곳에 내 눈에 펼쳐진 네가 나만의 천국인 거야 설때 내 손을 놓지마 Fly fly Let's fly higher 네가 와던다면 모두 줄게 Let's fly higher noi 웃음이 태양 같아서 너의 모든 걸 공기가 퍼서 It's up 결하지 말자 It's up It's up sugish in the 곳에